字幕作词 李宗盛 不要再撕了 其实橙落都有用的 橙白色的部分 我们中医就叫橙落 橙落可以帮我们理气化淡 一方面 当我们出现胸蟹有胀痛的时候 可以帮我们理气止痛 我们吃橙的时候 尽量不要撕掉橙的橙落 其实橙都是属于橙 即是和橙的造用差不多 所以橙的 即是橙的 即是橙的橙落 其实也是会有这样的造用 其实我们很多水果 譬如皮 它们的种子 即是它们的核 其实都会有造用 其实西瓜皮 中医来说 都是叫做西瓜脆衣 这个西瓜脆衣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入药 另一方面 其实是平时 也可以用来煮菜 譬如说 我们可以将西瓜脆衣 即是西瓜皮 绿色的部分 切走 然后就将其他白色的部分 切到可能条状 可以用来炒菜 或者可以用来凉拌 也可以作为消暑的佳品 吃完荔枝泡热气 可以将壳焗水喝 这样就可以清热气 而荔枝殼还可以 拿来依濕疹和荔疾 菠萝肉可以帮我们清热止壳 譬如说夏天吃的时候 就可以令到我们 没那么容易出现口壳 另一方面 亦都可以帮我们消食止射 它的皮 其实亦都和肉 是有相类似的作用 可以帮我们解毒 止咳和止咪等等 这些情况 芒果肉核 其实亦都可以有它的功效 芒果核 可以帮我们化炭行气 和健胃消食等等 虽然核和皮 看起来不能吃 但是只要煲水 或者磨成粉都可以吃 日本大屋 澳洲顺盘 全球流行 Dream House 0距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